好 亲爱的家人平安 我们特别谢谢麦老师 真的很高兴见到他 我们也谢谢Andy来到我们中间 好久不见 真是很亲切 我们也谢谢PJ特别的童工 真是surprise 我越来越喜欢我们礼拜六晚上的敬拜 我觉得这是活的 就是很亲切 就像家人一样 就是很享受 感谢神 我们仍旧在西伯来书 刚才我在被奖章的时候 PJ进来说还在奋斗 这是到最后一秒 我就说还在西伯来书 这是一整年的挑战当中 其实我在被新生命悔改更新的时候 坦白地讲有很多的挑战 我就很坦率在主面前说 主啊 我要悔改的太多了 我要更新的也太多了 怎么样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中弟兄姐妹 所以求圣灵带领我们 等一下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求圣灵亲自地引导我们 我在分享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的选 这是你可以选择 你不需要计较任何的条件 那个人就是你很想去亲近他的 你想无时不刻地跟他在一起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默默说 有没有 有些人说好可怜 我还是孤家寡人呢 有一个想特别亲近 想无时不刻跟他在一起 你越跟他在一起 你会发现你们两个越来越像 讲话的语气 语态 做事的风格 你们的三观 价值观 人生观 世界观 越来越像是 会发觉越来越像 有时候你会觉得一听那个话 人家就知道谁谁谁 不是一家门 不敬一家人等等之类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待久了 他们的荷尔蒙等等 就会变得越来越相似 大家同意吗 下面我的问题就来了 请问如果有的选的话 你会选择跟谁 要花更多时间 要跟他亲近花时间在一起 如果有一位我们的天父爸爸 他今天发出了一个邀请 他希望你有更多的时间 跟他更亲近地在一起 请问你接受这个邀请吗 你会跟他说 差不多了 保持距离 我已经给你够多时间了 我要过我的爽的贵族的生活 你再也不要来过多地要求我等等 我发现有一点 我有一类人 我是非常地被吸引的 就是在过去的上个礼拜六 我就邀请了一个 在做校园施工十多年的一个宣教士 我就邀请他一起吃面 聊天 我发现我很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很想听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故事 会觉得神是真的 在他们那个不容易的充满火线 在第一线的那个工作的场合 上帝是怎么做成他的功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不对 每个人在不同的style 不同的荷尔蒙的过程当中 你也会吸引不同的人 对不对 然后你也会想要跟哪些人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想跟我们的天父爸爸 更亲近一点 更坦然无拘地来到他的面前 更越来越地向他 你的思想 你的做事 你的为人 越来越像我们这一位天父的话 那今天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挑战 我们一起来读经文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弟兄们 我们凭着耶稣的学 可以坦然无惧的圣索 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的 又新又活穿过帽子 这帽子就是他的身体 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祭司 自理神的家 既然我们的心 一蒙雪洒 不再有邪恶的良心 身体也用清水清洁了 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 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又要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 毫不动摇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我们一起地头打杠 阿爸 我们谢谢你 主 谢谢你借着今天敬白的诗歌 再次地提醒我们 唯有你 唯有你超越一切的一切 主 你知道明白我们生命当中的过程 你亲自地参与了 你也亲自地为我们开通了一条 又新又火的路 今天你就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把我们众人完完全全地带到你的面前 与你有更加的亲近 更加地来向你 主我们感恩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你会觉得很奇怪说这一节经文 哪里看出来是与神之间 有一个更加close的关系呢 怎么样能够更加地与神之间有亲近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 我们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这是环球一本这样翻译的 其实原文的翻译来说 就是让我们更加地拉近与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越来越被吸引 越来越渴慕来到神的面前 与他在一起 与他有亲密的交流 所以我们来看看 我把它分成两块 第一块 就是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新的地位 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确保 这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如果你想跟神有更加close的关系的话 第一个要做到的 首先要与神建立关系 同意吗 怎么样建立关系 悔改认罪 没有第二他法 第二 如果你已经建立了这个关系 你可以怎样更新呢 领誉呢 每天每天都是新的 怎么样与神之间关系 更进一步呢 所以有两个劝勉 第一个 让我们每天能够亲近神 第二个劝勉 让我们坚守我们所盼望的 好 那我就分两块来看 第一个怎么样悔改 在西伯来书的十章第十七节的时候 其实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一起来读 然后又说 你们的罪恶和不法的行为 我绝不再记住 既然这些都赦免了 就不必再为罪来献祭 好 你会发现在西伯来书的十章的开头的时候 第一到第十七节的时候 会发现它已经解决了一个事实 或者说它已经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作为 这个作为就很清楚了 我们会知道西伯来书稍微回顾一下 就会知道说 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 其实在西伯来书的四章的时候 它也很像 它也提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司恩的宝座前 在第四章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一位大祭司 他已经做成了他要做的功 那这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了 你会发现在第七章的时候 他提到了耶稣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祭司 因为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祭司 在第八章的时候说 因为耶稣基督他立了更美的约 就是新约 在第九章的时候 他说耶稣基督献上了更美的祭 把自己完全地成为一个祭物 他自己就是逾越节的羔羊 他自己把自己给摆上了 也是一次性过的来完成了 那你会知道说第九章的时候 我们读到第十章的时候 讲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自圣所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到 有两个原因 或者是有两个事实已经完成了 第一个事实就是 耶稣的血 靠着耶稣的血 他前面讲到 所以弟兄们 所以前面是一个原因的 对不对 前面的原因就是第七章到第九章 讲到耶稣就是那个大祭司 耶稣就是做成了那个新约 耶稣就是完成了最美的祭物 所以 所有的一切都完成了 然后他要来问我们一个问题 好吧 既然耶稣这么厉害 耶稣超过了天使 耶稣超过了摩西 耶稣超过了亚伦 耶稣超过了月书亚 耶稣比一切的一切都好的话 好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呢 所以 他提出来 我们要怎样地来回应他呢 所以他提出来一个劝勉 一个挑战 我们如何来顾我们信仰的生活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 我们得到了一个不配得的 或者是十分奇妙的 就像我们诗歌唱的 是一个奇妙的救恩领导我们 我们有得到一个被赦免的之恩 很多人说 神就是神 我就是我 同意吗 神就是神 我就是我 在开出没有信主以前 神是神 我是我 千万不要来招惹我 我也不去招惹他 神跟人之间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同意吗 在往下接的时候 你会发现 耶稣来了 耶稣又是完全的神 又是完全的人 听懂了 前面是神是神 人是人 到耶稣来的时候 完全的神 完全的人 那对于你和我来说 要做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 他这个赦罪之恩 赦免了一切罪以后 跟你与我有关系吗 如果有关系的话 那么这个完全的神 和完全的人 将住在我里面 我也在他里面 我成为一个完全的神 住在我里面 我与他联合 他与我联合 听懂了 本来我们跟神之间 是十万八千里的 为什么 因为中间隔着罪恶的深渊 很多人来到教会 他也很多的服事 他也很多爱心 然后他也很敬虔 就是行为上 他都很认真 认真地学习 他也很认真地付出 很努力 每个礼拜 看起来比很多弟兄姐妹 都要用功 可是他就是不承认 他是一个罪人 如果一定要给他说 他是一个罪人的话 他会觉得 那不是自己找罪吗 你们基督教就是麻烦呢 自己来自己找一个罪 如果他不承认 其他都好说 就是要承认自己是罪人 这一件事 对他来说 就是做不到 其他恩美传道 你给我布置任何任务 我都可以勇敢地去完成 可是你让我新基督教来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我需要耶稣来拯救 我就是做不到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朋友 女生还好一点 我会发现女生很有趣 因为女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很潜意识当中 想要找一个理想的 充满安全感的 完全接纳我们的 那个男性的角色 那一位爸爸理想的 父亲的角色 主耶稣就是那一个 完全的理想的 爱我们到极致那个角色 好 OK 女生就很容易就接受 好吧 既然这么一位好耶稣的话 我就愿意接受她 我就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她 可是对很多男同胞来讲 那挑战大了去了 凭什么说我不可以 凭什么说我需要她 凭什么说我就是一个搞不定了 我是一个罪人 我自己都自己没法来搞定 凭什么说我需要她 所以对很多男同胞来讲 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要承认自己已经不配不行了 一定需要耶稣来拯救她 这件事情对她来说 就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可是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最起码的 这个罪的问题没有处理好 神就是神 你就是你 你再怎么努力 也迈不过去 你跟神之间的那一道鸿沟 跨不过去的 你再怎么努力 学习了再多的圣经 甚至倒背如流圣经 也解决不了你这个罪的问题 所以第一点 没有他法 悔改说 神啊 我得罪你 从前我不把神当作神 我不认识你 甚至我不把神来当作神 我很多的亏欠 你知道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吗 所以我从小就很厉害 我会觉得 我是一个天下最好最乖的宝贝 其实确实也很乖 从我的自己角色眼光来看 我自己觉得超级乖 所以当我要来追求信主的时候 要承认自己的罪 我的天啊 我要想想 我到底哪里有罪呢 这是别人得罪我 我并没有得罪别人 我是那么地乖 那么努力地付出 后来当我在打告 要认识自己在悔改的过程当中 我突然发现 其实我心中是有个很大很大的 阴暗的说不出来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很简单 就是嫉妒 我就很坦然地讲说 我常常会想说 就是爸爸妈妈是爱我多一点 还是爱我的弟弟多一点 我的工作的上司是爱我多一点 还是爱我的同事多一点 我的老公是爱我多一点 还是爱孩子多一点 你会明白吗 你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比较 然后会产生一个嫉妒 嫉妒的意思是说如果觉得他人比我好的话 我会很不舒服 会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感 会觉得我怎么这么low啊 这么糟糕啊 凭什么我就得到那么一点点 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像他那样的厉害呢 神爱你可以给多我一点恩赐呢 让我讲道讲得顺利一点呢 可以像皮结一样厉害等等 常常会有这样 嫉妒产生的就是竞争 竞争背后就是骄傲 还有很多让人纷争啊 甚至有时候会有苦毒啊 有埋怨啊 很多很多有自私啊 很多当我们夜深人进来 悔改自己的时候 会发现其实我们面对不了那位圣洁公义的神 如果在神的那个大光之下 没有一个人能够占你的住 你不得不承认说 神啊 我跟你之间是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是因为罪的鸿沟导致的 如果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 就没法来与神之间建立关系 所以第一步就是悔改认罪 然后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自身所 那为什么耶稣的宝血有这么大的功效呢 是因为借着耶稣的死 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忽然殿里的帽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地也震动 磐石也斑裂 在马太福音27章里面告诉我 那如果你稍微地去查一下 你会在当时代耶稣所在的圣殿的时候 那个西律王是超级厉害的 据说他所造的那个圣殿在二十公里 二十五公里之外 人家老元就可以看到那个金碧辉煌的样子 据说他一块石头 有超过五千公斤的这么重 这么厉害 他那个帽子据说要三百个人合力 才可以把它挂上去 这么重的一块帽子 居然在耶稣使的那一刻 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这是人的作为吗 这是神亲自的作为 叙律王花了六十年的时间 来造这个奇妙无比的圣殿 可是没有过多久 罗马人来的时候 这个圣殿辉煌就不再存在了 就被烧掉了 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认为 我们也是靠自己 对不对 觉得我有丰功伟绩 觉得我有很多很多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 可是在神的眼中 那都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看到耶稣的死 是让我们能够开一个 又新又活的路 怎么叫做新呢 新简单来讲就是 从前没有发生过的 现在有了 这个叫做新 对不对 前所未有的 这个叫做新 那什么叫做活呢 简单来就是 它是有功效的 有生命的 而且它是有所行动的 你会发现说耶稣来了以后 这条路又是新路 又是活路 就是新是对照旧而言的 旧约的时候 祭司 大祭司一年 在赎罪的那一天才可以进去 而且每年每年重复不断 可是在新约的时候 耶稣来的时候 只有耶稣他一次性过的 替我们完成了救赎的计划 成为祭物 而且呢 因为他复活的路 耶稣死过了 耶稣替我们死过了 又复活了 他将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 所以跟着耶稣的这条路 为什么说他是活的 因为他是复活的主 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 所以我们才跟着他 才会有活路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我就是死悄悄了 死路一条 或者说我又在回我的老路了 我每天重复 每周重复 我过的就是老旧的生活 一模一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我在想说 我们可爱的以色列百姓 在旷野 它能够落到40周年 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不对 它能够每天每天重复地这样过它的 老旧的生活 一模一样的生活 老旧的套路 它没有改变 过不过去 迈不过去 它没有找到一个新的路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路 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一个新的路呢 我举个例子 有人说我也想改变我的生活状态 可是要从哪里开始入手呢 我觉得目前我被卡住了 或者说我觉得我看不到明天 那要怎么开始呢 这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是两个人 一个是法利赛人 一个是赛利 帅利 那个 瑞利 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 他是分别为胜出来的 超级厉害 在他们的学识 在他们的地位 在他们的名望 甚至在他们宗教的仪式里面 都是No.1 是非常杰出的宗教的领袖 如果你要考他们圣经的知识 要考他们怎么神学的常识 他们是最厉害的 那这些的法利赛人分别出来 他们最看不起的是那些罪人啊 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 他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勒索 不义 奸淫 也不像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都卷上十分之一 瑞利 法利赛人看到的都是自己的杰出成就 丰功伟绩 响当当的厉害 他在神面前来报告他的作为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祷告的 如果你只是看到你的厉害 那瑞利呢 瑞利怎么祷告的呢 瑞利远远地站着 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着胸说 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 结果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 如果你想跟我们这一位至宝的耶稣 天父爸爸来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的话 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面前承认 主啊 神啊 父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 每天每天晚上到天父面前 或者早上你一早醒来 心理一天开始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祷告呢 你会说今天我有什么什么什么要完成 神啊 谢谢你今天我要完成完成了哪些等等 可是如果你真正认识到你的身份 你的地位 你会说 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 这是第一步 与神建立真实的关系 承认自己需要耶稣这一位救主和生命的主 这是第一步 那有了这个前提以后 有了这个身份地位以后 你要做什么呢 你可以来过一个每天都是新的生活 日日更新 与神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的清静 怎么样来做呢 他说既然我们的心已蒙学洒 不再有邪恶的良心 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 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 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让我们能够拉近更加的与神之间的关系 是因为我们凭着忠心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 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跟我说说 我也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我也觉得我好像很亏欠神 这么多日子过去了 觉得自己生命没有长进 我也很想改变与神之间的关系 想更加地与祂亲近 更多地来明白祂的心意 要怎么做呢 怎么样才能够这样呢 好 这节经文就给到我们很大的希望 他说既然 就是这个已经完成了 完成式了 既然我们的心已经蒙学所洒 这是指到不再有亏缺的良心 简单来讲说在前面讲第九章的时候 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天良的亏欠 对不对 把我里面那种见不得人的 很阴暗的 只有耶稣才可以满足我们的那些的 脚脚落落 咯咯咯大大 祂都能够从里到外的来改变我们 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这个就是一个新的良心被血洒去 什么叫做洒去 从前摩西或者在耶稣那个时代是用血来洒 表示从里而外的洁净 那身体呢 身体一个洁净 用清水洗净了 那他们祭司进到那个圣殿的时候 先用洗灼盆 他们要洗手 洗脚 来表示他们从此以后就洁净了 一个是从里面的良心 一个是从外在的身体 简单地讲就是从里而外 完完全全地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 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不晓得你的心是怎么样的 当你对我们这一位天父爸爸这位神 在神的面前如果还是恐惧战惊 对他还是害怕的 神啊你看我最近都已经两个礼拜都没有好好打告了 已经三个礼拜没有好好读经了 每次来教会我就是那里滑手机 我都是没有味道了 我就是跟你之间有亏欠啊 没法到神的面前来 有时候我们是以为自己的表现不好 所以与神之间才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对不对 等我做得更好一点 跟我表现好一点 我更努力一点 我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不是靠你我的好的修为好的作为 当然这些都很重要 可是那些是从离而外的发出来的 真正能够坦然无惧到神面前来的 只有一个唯一的条件 我们从离而外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 所以我们到天父面前要怎么做 神啊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你就看我为义了 你就算我为洁净的人了 你就算我为干干净净的人了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 我今天早上去1 2 3 Let's go 过一会儿我们家Lemuel小宝就跑过来 他就抱着我 因为我早上在出发之前就告诉他 今天妈妈是处于工作状态 你除非是流血了 紧急状况了 你才可以来找我 来抱我 我问他可以做到吗 有事找爸爸 这样跟他讲 他就答应得好好的 结果呢 没过多久他就跑来抱着我的大腿 我就问他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难过 他说妈妈你看我这个衣服 就很可怜 他的前面那个衣服不知道怎么搞的 前面黑的一大栏糊涂 一坨黑的在他的衣服上 他不晓得要怎么把他的衣服搞干净 他也不晓得是怎么样的状态 让他的衣服搞得这么脏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 担心 等一下如果妈妈问我 你这个衣服怎么了 怎么搞得这么脏 害怕被责备 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脏 或者我们以为我们不够清洁 以至于我们不敢见那位圣洁 公义的神 担心被责备 担心他会怒脸生气看着你 其实没有 我还是很温柔地抱抱他 没事宝贝回家洗洗就好了 有时候我们在天父面前也是这样 对不对 你以为你无法靠近上帝 是因为你最近表现不好 其实不然 你随时随地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告诉他 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可以到他的面前 你可以这样地来亲近他 有人说我做不到 我也承认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有两个心 第一个就是诚心 简单的就是真心 一颗真实的心 一个真心 诚心的人 还有一个就是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这两颗心都是不容易的 什么叫做诚心 真心 真诚的心 诚实 真诚不二的心 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 会有些包裹 或者是会在人面前 我们有时候会遮遮掩掩的 人家问你最近好吗 你说好啊 好啊 不错啊 可是一转身你就愁眉苦脸了 对不对 有时候你很难坦露 你的真实的真心在人的面前 我想说发我们都已经很厉害了 都很勇敢 我们的小组如果足够的安全 大家是可以敞开你的真诚的心 来到这个小组里面分享你的挣扎 你的困境等等 真诚的心到神的面前 真诚很简单地讲就是 我在神面前就是几经几粮神都明白 我软弱就是软弱 我跌倒就是跌倒 我亏欠就是亏欠 这个叫做带着真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第一步 很多人为什么无法与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 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知道落在亏欠当中 可是他没法真诚地来面对它 第一步就做不到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它藏起来 遮盖起来 你们千万不要知道我有这个挣扎 如果你们一旦知道我落在这个影的里面 你们会怎么看我呢 所以这个真诚的第一步很重要 在神的面前能够坦诚 真诚 诚实 完全地按照本相来到神的面前 第二个是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你说怎么样叫做充足的信心 有信心已经不错了 还叫充足的信心 我们只是微信嘛 对不对 一点点就够了 什么叫做信心 我讲一讲 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就告诉我们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兼之事的确据 信心就是我们所要盼望的那个事情一定会发生 对未来它一定会朝着我想要我所盼望的那个状态 它就发生了 这个叫做信心 虽然我现在眼睛还看不到它 可是它一定会相信它会发生的 这样叫做信心 KJV的翻译就是信就是我所望之事的实底 就是我所想要达到的 我一定所盼望的 我确信的 我所信奉的 我所坚定的 我值得我相信的那个东西 它在未来所盼望的一定会被实现 虽然它还没有见到 虽然我的若生的眼睛还暂时地看不到 可是如果我用信心的眼光去看它 它一定会实现的 这个叫做信心 在直白地讲说 你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信心的例子 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 但是我想坦白地讲 有人就会说那都是信心的伟人 我是一个小信心 你会说信心呢 如果你一直要讲信心的功课 我坦白讲 我们都在学习成长过程当中 信心是有份大小 信心的肌肉也是越练越强壮的 信心也是可以操练的 就像我们麦老师练钢琴一样 如果他只是知道信心是个好东西 信心是唯一的开启祝福的钥匙 可是他就是没有去操练它 去实践它 想去try一下 想去试试 没有时间的信心不叫信心 真正的信心是带出行动的 比方说摩西带领百姓过红海的时候 站在滔滔的江水前面 请问你和我敢把脚踏下去吗 首先的前提是 我会不会游泳 第二个就是我能游多久 第三个万一我掉下去谁来救我呢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 信心的道路或者信心的挑战摆在我面前 我们很难以实际的行动去试炼它 或者是去学习它 实践它 那摩西就脚踏下去了 神就给它应许成就了 有时候信心的事就是有点看起来 那么的不难以自信的事 它就这样成就了 这个叫做信心的功课 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正在等待什么 那有一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你说我一定要来学习我对信心的功课 我要从哪里开始呢 我们先从这个例子开始好不好 亚伯和该隐两个人同时都要献祭 可是亚伯献的祭我们都知道 他是拿头身的羔羊献给了神 那该隐也献祭 可是他是拿着地里的土产 你说亚伯传道没有错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工作不一样 工作环境不一样 一个就是牧养的 一个就是种地的 所以他们拿出来的东西没有错 他们所谓的错错在哪里呢 那希伯来说十一章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亚伯应的信献祭与神 神比该隐所献得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却应这信人就说话 你说他们两个人来献祭的时候 有想过一个问题吗 为什么要献祭 我们献祭的目的是什么 原来献祭是为了除罪 是为了让我们称义 同意吗 他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前提 对不对 好 那请问从小爸爸妈妈是怎么告诉他们 怎么样才能够除罪的 是靠着地里的土产就可以除罪吗 还是非要靠着血迹才能够除罪的 我想如果从小他们生活的环境家庭就告诉他 从小就告诉他我们所有一切的罪 在大祭司在赎罪那日才能够有可以赎罪 必须要付出生命的大家是血 因为血里面有生命 所以才能够赎罪 请问亚伯知道吗 亚伯知道 亚伯就照着做 请问该隐知道吗 该隐也知道 可惜该隐就照着他自己的方式做 然后你告诉我说 恩美传道我要怎么样练信心的功课 如果你一定要挑战自己 就是神告诉你什么 神的话是有信心的 对不对 如果我们就看神的话 就创立这个世界都是凭着神的话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光暗就分开了 对不对 神要说祂的话充满了power能力 如果你要从信心建立 就说神的话 你对祂的遵行的程度 你听了道以后 有没有想要一种渴慕 想要行出来 神啊你就是这样说的 好吧 我愿意去试试看 我就照着你说的 我愿意试一下 我不知道结果如何 可是我就是愿意去试一下 这个叫做听了道以后 愿意去行道 行了以后 有可能两个结果 要么真的是你做到了 要么你做不到 对不对 当你做不到的时候要怎么办 你如果能够选择相信祂 神啊 我知道虽然我做不到 可是我知道 祢能够替我做到 我相信祢 有一天我会做到的 所以祂对神的话语的反应 就是在训练祂对信心的反应 我见过很多的弟兄姐妹 很可怜的一点 就是祂来到了教会 他听传道人或者牧师在台上讲话 他都会觉得他讲的是神话 你知道吗 你讲你的 我做我的生活 等下等我出了这个教会的大门 我的生活 一样的老旧 照样过我的生活方式 神的话跟祂没有关系 那请问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信心从哪里开始长起来呢 第一个是应着信我们罪得赦免 第二个应着信你全然地接受神的话 神的道愿意全然地相信祂 并且愿意活出来 你的信心就会不断地长进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我在我们礼拜天国语敬拜的时候 有一个才受洗一年多的一个姐妹 刚刚过一年多 她说她每次听完道就有个可目 想着神这个话就是成就在我生命当中 就是带着这样一个可目在听道 有一天她听到说 我们如果你献祭的时候 如果你想起来 跟随有间隙没有处理好的话 你要把礼物放在 然后再去处理好 然后再来献祭 刚刚在讲这个话她就听进去了 听完道以后她就想起来 昨天晚上我跟我的儿子吵架 骂她很凶 那个儿子很受伤 哭得晚上睡觉 我还没有say sorry 还没有跟她处理过 她在听完这场道以后 在中午的时间就告诉她 宝贝妈妈想跟你say sorry 因为圣经告诉我说 如果我骂你是马甲 就是骂她是一个什么 什么玛丽的话 这是对你很大的侮辱或者是攻击 妈妈亏欠你 求你可以饶恕我吗 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 对神的话语一步一步实践出来的 如果今天神要对你生命当中来讲话 我鼓励你从真行神的话开始 你愿意想改变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就从对祂话语的敬畏程度 顺服程度 你愿意去试试看开始 神的话还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帮助我们 祂还要告诉我们 如果碰到一些挑战困境难处来的时候 毫不动摇又要我们坚持我们所绚认的盼望 毫不动摇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让我们带着这份盼望 这份信心能够持守下去 有好几节经文可以鼓励大家 也是我们希伯来书的 所以我们应当越发尊重所听见的道理 就是神的真理 恐怕我们水流失去 要越发的focus 越发的care 竖起耳朵听 每天每天来到神的面前说 神啊你今天要跟我讲什么 我能够尊重你对我讲话 听了有反应 不要水流失去 基督为但 基督为儿子 自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神家里的人 是带着盼望的 这个盼望是值得肯定的 然后在希伯来书的三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 要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 要将我们所持定 我们所承认的道 要持守 要hold住 要hold得住 风浪再怎么来挑战来的时候 撒旦在你河边悄悄地说 哎呀没有用的啦 神的话有 对你没有起任何作用 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了 一辈子不会改变啦 你就是不配的 你就是二等公民 你就是这么个loser 有时候撒旦就是谎言之父 他会不停地在你耳边 不停地让你叨叨 让你觉得自己很糟糕 一团糟 工作不如意 亲密关系不理想 然后在家庭又面临很多的挑战 身体健康又出了问题 等等等等等等 最后你会觉得上帝不爱你了 完全地放弃你了 你看神就是不爱我吗 如果是到这样的状态 请问你从前所盼望的 起初所要想相信的 那个去哪里了 你可以很快地说 神 我知道你爱我 并且爱我到底 这个就是我们要持守 我们所幸的盼望 简单地讲是说 我们今天靠我们自己其实做不到 可是靠着主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新的身份 悔改认罪 把这个罪跟神之间的隔阂出来 然后我才可以过一个新衣更新而变化的生活 才能够活在神的面前 坦然无惧地活着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近一个礼拜 一直在听这个系列的讲道 它最初吸引我的是 这个姐妹是因为她是电视不到家 又是非常超有名的一个圣经老师 当然很多人也把她叫做木者和传道人 她叫Joyce Miller 她专门开发了叫慢事工 那我最近一个礼拜 我不晓得Google为什么给我推这个系列 我就一直在看她这个系列 她会不停地推 如果一定要从她个人的故事里面 我得到了什么 我可以坦白地讲说 是真的有一位神 真的改变了她 她这样描述她自己故事 她说从她懂事起 她就被她爸爸来欣庆 欣庆 欺负她 后来她用两个字就是强暴她 当然开始的时候是用语言来捕领她 暴力她 最后就发展成肢体的动作 她说如果她从祭祀起一直到她二十岁 她跟她爸爸跟她发生了性侵的有超过不少于两百次 当她在她台上来分享她个人生命故事经历的时候 我当然听了很薪水 可是她要问一个问题的挑战就是怎么样过一个新的生活呢 你是被你的过去死死地捆绑住了吗 你落在过去的某一点被卡住了 过不下去了 你认为神不爱你甚至不够爱你 你觉得你就是被那个抛弃的一个 或者你不被公平对待的那一个 她说她从九岁起 她讲她个人的信仰的故事 其实她从九岁起 有一天晚上她就拉着她的表妹说 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得着主耶稣基督 她说她从小好像有做不到家的魄力 她拉着两个表妹就去到了教会 结果那天晚上听完牧师讲道 很可惜牧师并没有呼召他们举手来 接受这位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她就拉着两个表妹在台上结束的时候 问那个牧师说 牧师啊 请问今天我可以接受这位耶稣啊 可以吗 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吗 那牧师就再给他们做决志的祷告 从九岁啊 问题就出来了 如果这是一个九岁就是被拣选的 被神所恩待的 上帝所爱的宝贝女儿的话 请问她的生命当中 为什么还要经历这么悲惨的 被虐待的 被欺凌的 被性侵 被最爱的人所欺负的那样的一种悲惨的生活呢 她一直在说 我的人生就不再完美 我就再也不会跟人家普通平常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就是一个不配得的人 撒旦一天一天在她耳边 这样地对她来撒谎 说话 可是她就想说 要是我没有这些被欺负的经历该多好呀 我也跟普通平常的幸福的小女生一样长大该多好呀 后来直到有一天 在祷告的时候神就鼓励她 说你不是要回到那些没有被欺负 被受伤的经历 而是提醒她说 在这个受伤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主耶稣基督陪你走过的 即便是最有挑战 最难 最痛苦 最绝境的状况下 她说她说发有一股力量 告诉自己活下去 将来我会成为一个做大事的人 她说她也不晓得为什么她就拼着命 给自己长出这股力量来 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一定要活着 并且活下去将来一定会做一件大事的 结果呢她现在就真的做得很厉害 但是告诉你在一生的过程当中 她被治愈 被神的医治是不容易的 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请问你说持守的信仰还是真的吗 她能够帮助你吗 你能够一直地被更新吗 很不容易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都会很多是风平浪静的时候说 天父爱你爱我 你真的很爱我 谢谢你爱我到底了 可是面临挑战的时候 身份危机的时候 经济困难的时候 人事关系紧张的时候 失恋的时候 失业的时候 失业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请问你还能够持守相信 那一位爱你的天父吗 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去搜 他就是曼尔士公 他是有Mandarin的 有国语的 他有讲很多英语的翻译等等 你可以去看看他 他讲很多生命的经历 他告诉你 耶稣是活的 即便是在艰难的时刻 他也陪伴你走过 给你伸出一股力量 可以让你走得下去 一直走到底 走到见到那一位慈爱的天父 祝福到更多人 他成为一个电视的步道家 有很多很多人因为他的生命 他也写书被得医治 那我又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是告诉你 是我最近一直想了很多 我就想说神你要在我生命当中做什么 我有什么东西要坚持的吗 我就问神这样说 那神就提醒我 为什么我把你放在慧典教会要做什么 就是这样来提醒我了 我先讲故事 在印度的某一个部落 那个部落很贫穷 叫做弥佐拉姆邦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一个部落 在1910年的时候呢 他们为了帮助那个妇女的传道人 让她去可以传福音 可是这个教会很贫穷 怎么办呢 让那个女传道有一定的经济 有能力可以去传福音 要怎么办呢 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每天在做饭的时候抓出一把米来 这把米呢就专门的放在一个桶里 每次做饭就抓一把米放在那个桶里 等到一个礼拜到了呢 就把这个桶被去教会 然后就集合起来 把这个米去卖掉 用卖来的钱呢 来支持这个女传道 让她去到社区去传福音 去让更多人听福音了 她说第一次的时候 她们的米集合起来 你猜猜多少钱 猜1.5$1.5毛钱 可是100年过去了 她说在2009年到2010年 那个年份当中那一年 她说猜猜出来的100米的运动 你猜是多少 那一年她们收了募款是150万美金 这是上帝自己做的工 在那个贫穷的部落 每个人每个人都能够为主来做一点点的事 就是一把米的事 所以她们的口号是 只要上帝让我还活着还有米的话 我就可以为上帝来做工 好不好 我们都希望我们一生当中为主来做丰功伟绩 有时候我都觉得我都熬不下去了 神啊我都快熬了十年了 你看我这十年做了 啥都没做成 我都要坚持我所要做的吗 我都怀疑我的宣教之路 什么时候能开始呢 我都表示怀疑了 神就借这个过告诉我 一把米啊 只要你活着 你就可以做了 看起来是胃不足道 我们在座付出一点点就是一把米 可是神就使用它 就爱它 今天已经是One Two Three Let's Go的第十七次的活动 一个月一次吗 它已经十七次了 我很坦白讲 我每次去到One Two Three Go 我是很兴奋的 我告诉神说 神 你使用我 我就是那个五饼二鱼 看看今天你要为在我身上做什么 每次每次都是这样来经历它 就是一把米而已 我就是那个小小的一把米 神来使用我 在神的国度里大大的使用我 这个就是我们每天每天 与神之间更加的亲密 更加的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 然后每天每天更新它 来被神所使用它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好不好 我们今天听了神的话语以后 如果你想有更多的信心 然后有真诚的心 毫无保留来到神的面前 更多的亲近它 也愿意更加的坚持我们所信的 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做成了一切 所以我们服侍的最高的境界 不是苦哈哈 而是真的享受到神 你在我生命当中那么的美好 谢谢你 虽然我做得不咋地 虽然没有那些丰功伟绩 没有让教会一下子爆发起来 可是神我就是那一把米 你就继续地使用我 只要我还有一口饭吃 我就可以加入到你的事工当中 这个就是我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我们现在低头祷告吧 亲爱的阿爸 我们主耶稣谢谢你 主啊 你从前借着先知 借着你所爱的仆人 来传扬你的信息 后来你就自己成为那个message 自己成为你要赐给我们的那一颗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不再是追求外在的行为或者外在的表现 而是神 你自己充充满满地住在我们里面 从此以后你就在我里面 我就在你里面 主啊 我们有这么一份好的关系 可以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地到你自身所面前 来呼叫你阿爸父亲 谢谢你给到我们这个美好的确据 也鼓励今天我们中间如果预备好 来接受这一位我们生命的救主和生命主的 我鼓励你跟我一起来打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愿意敞开我的心门 接受你为我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因为我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处理我这个罪的问题 耶稣的悔改认罪 是唯一可以建立与神之间关系的途径 等到我得到这个新的生命 我愿意每天更新 每天每天与你更加的close 在你话语的份上更多的愿意顺服 又更加的操练我们的信心 愿意更多的来相信 来接受 愿意来顺服你 愿意活出来 成为那个小小的一把米 主啊 求你使用我们 赐福给我们中间的每一位 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还在软弱困境挑战当中 但主你是真的 在怎么糟糕的环境当中 你还是真的 你良善的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 你陪我们走过那段艰难的路程 我们直到可以 哈利路亚高畅你的名 来将荣耀赌归给神 神啊 谢谢你保守我们 继续地带领我们 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光 我们感恩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